嗨 伙伴们好 无动说跑步 跑者该看的跑步书终结跑步疼痛 16种常见损伤的精准治疗方法 如果你正遭受伤痛的困扰 你总是在寻找吃点什么贴点什么要变好 我建议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比方我们现在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直球步 什么是直球步 也就是我们脚的大脚之头后面那个点 当你的直球步疼痛的时候 该怎么解决 传统的方法会说我们要吃点什么 或者我们去医院做按摩 然后就这个位置 如果痛怎么办 首先他分析一般来讲 你的臀部肌群过于紧张 而你的鞋子可能穿得不够正确 他的第一个建议是 你应该选择适中的泡鞋 同时是分体式的 同时建议你的落地的点 应该是以前掌先着地更好 治疗伤痛 用鞋子的区分 对分体的鞋子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这个装备的细分或许就能够让你解决伤痛的问题 第二个你可以去做这个动作 让你的脚踝更加的放松 去让你的整个一个延展度变得更好 第三个你可以去趴在地上 注意标注的方法 当你的背攻起来的时候是不对的 保持背部的平直 让你的宽部往这一侧延展 往这一侧延展 去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有效的激活刚才偏弱的臀部肌群 紧接着告诉我们 这个就叫KCC跑步方法 注意哦 如果你的直球不痛 用摆臂的方法去做你身体姿态的改变 然后去做摆臂 你就能够有效的去激活 原来臀部肌群所没有用到的力量 这种方式就可能能够有效的 让你的直球不疼痛得到缓解 所以我们看 从跑鞋的选择 落地方式的选择 姿势的肌肉放松 以及跑步方法的改变 这是一种全新的伤痛治疗理念 他并没有找医生 你自己就是伤痛控制的医生 追 我们讲了一个点 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整个概冒 16种伤痛都会在上面有罗链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原理 那么你自己可能是最好的医生 所以期望我们能够快乐 无痛的奔跑一辈子 如果你有其他的伤痛 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 跑步伤痛不求人 供你做参考